另外那您看到是汐止康宁街底的垃圾转运站 也是垃圾车停放处 每天大型垃圾车进进出出 也有民众会拿垃圾来丢 只是这边的路况真的很糟糕 骑机车容易摔倒 所以13号当天的议员周亚林服务处 特别前往关心 也预计下个月要进行道路的重铺 保障人车安全 还没到垃圾转运站路口 前方的道路已经严重坑洞不平 再往里头走路面更是惨不忍睹 这里是康宁街底也是垃圾车停放处 每天队员紧紧出出 好民众也会骑车来丢垃圾 只是路况糟糕不行 好几次都能骑机车摔倒好危险 路况会长得不好 几十年来都没有重新抛除过 那这次的会刊 而且也感谢议员感谢公所 争取到这个环保局辩论预算 要来重新抛除重新铺设 自从我们清洁队进驻在这个地方营运 更造成这条路更塌陷 在我们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的会刊 我们请环保局编列预算 从去年就开始反应 但是卡载经费谁负责 迟迟没有下文 而在经过不断的争取之后 最近有了结论 由环保局编经费将整条路进行重铺 让人车出路更安全 这个路段其实在去年四月份 就已经有讨论过了 那今年在环保局的争取预算之下 预计在今年的七八月份 这个地方就会进场来做一个铺设 那也让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有居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每每在下雨天气不好的时候 骑摩托车都会产生摔车危险 那我们下个月如果抛铺完 然后铺售后以后 我们这条道路会比较平坦 虽然里头是垃圾车转运站 许多大车进出 不过附近民众也会来丢垃圾 现在经费有着落 也预计下个月进场施工 道路进行重铺保障安全 贾成慧玲 市值采访报道 这边的贾成慧玲 市值采访报道